Hello 又有光頭仔 Jason 上集說到台灣的Hazza公路車 用了日本的東麗碳纖寶 以及頂級的噴油技術 但同一時間提供大眾化的價值 台灣已經吸引了不少追捧客 而它贊助UCI的車隊 除了在國際拿到不少知名度之外 也證明了Hazza的車有一定的競爭力 上集說了Hazza兩款日文和中價的車之後 今集一定要講它頂級破風的RXX的車架 想知道詳情的話,繼續看下去吧 不想錯過我們精初的產品介紹、玩樂資訊和教學示範 記得Like這條片和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在介紹這個RXX的詳細規格和設計之前 一定要看看它的噴油 上集已經講到即使是入門的車款 Hazza都堅持在台灣做朋友 用了這個德國的塗料 和其他國際品牌是看齊的 今次的RSS更加是更上一層樓 用了這個漸變的塗裝 在不同角度看下去它有不同的色彩變化 充滿層次感和令到整架車看下去更加立體 但如果這樣都滿足不了你的話 Hazza都有訂製顏色這個選項 相對大品牌一般訂製顏色都比較貴一些 Hazza給多一二千元就做到 但品質一樣是這麼高的 貫徹它的性價比高這個定位 大家不要以為RSS只有這個樣子 它同樣都是用了日本東麗T-88的碳纖布去製造 兼且它用了One Constituous Frame的一體成型車架技術 你知道做一個碳纖車架除了布料之外 組件和碳布的堆疊技術都會有影響 一體成型技術一般都用在歐美品牌 而Hazza這次都用了這個技術 證明它在品質和技術的追求方面已經有一定層次 RSS是採取全走內線破風的車架設計 在不少位置都體現到空氣力學的細節 例如Head Tube、Down Tube、前叉、Sit Pose、Sit Tube 或者後叉都見到這個擾流的設計 它是務求提升加速性能和靈活的操控 在Geometry方面 Hazza都因應世界流行的車架友善的幾何設計 以細碼來說 Step與Reach的比例是1.45 所以你不需要有一個很柔軟的身體 都一樣可以踩到這架破風車架 而在傳動系統方面 RSS我眼前這架用了Shimano Audigua Di2 包括這個槍手、波撥、波腳、crankset、油漬、碟實的套件 令到你在彈指之間快速轉波 不會錯過任何一個爬頭的機會 RSS配置同樣都是高品質 好像用了Visions的把手、全走內線FSA的headset 破風碳纖維的座管 以及意大利San Marco的跑車座位 另一種不得不提的就是它的輪組 它的輪組是用了碳纖維自家的Barras Infinito Elite 高框42mm的輪組 你看到它的碳纖維的紋十分之美 而HUPS用了直拉的方式 令到整隊輪組的重量只不過是1.48公斤左右 而足足給其他跟車的碟煞女拿 差不多2.1kg 輕了68g 好消息的是這隊輪組可以獨立購買 而且價錢十分之大盡化 可以成為升級首選 HASA的跟車套件和其他品牌都有點不同 其他品牌如果你的乘車喜歡它某一種顏色的話 一般它的配件都不可以更改 你喜歡的話要整套買回來就自己換 有少少麻煩和浪費 但HASA的同一種顏色 其實你可以因應你的預算和需要去配搭不同的套件 令到你更加有彈性 用碟煞的統軸輪組已經是世界的潮流 但很多時候我們都要帶個工具方便我們拆的前輪 這個HASA有一個很細心的設計 就在後輪的中間隱藏了這支這麼細的工具 插進前輪去扭就很方便可以拆到 用了這輪組之後 這輪組有多重呢 不如我們立即量量一下吧 這輪組的重量是7.98kg 8公斤都不到 HASA這輛RSS已經連同其他型號登錄了Jory Map 同樣都是以這個性格比高的優惠價發售 如果對它有任何疑問的話 歡迎在留言給我們 我們盡快為大家一一解答 不想錯過我們精彩的產品介紹 玩樂資訊和教學示範的話 記得Like這條片和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下一條片見 拜拜